4月2号是社工日 而台东县政府提前在30号 举办社工日的表扬活动 县长黄建廷、康立 以及地方人士都到场来致意 在会中特别颁发了 基于服务奖等八项奖项 来肯定社工人员的辛劳和付出 黄建廷县长也强调 平日因为有社工人员的协助 让台东的社会能够感受到 更多的温馨和快乐的气氛 这次的活动主题为 社工20活力100 代表意义是社会工作建制100周年 以及我国推行社工法20周年的 重要里程碑 县长黄建廷表示 台东不论是政府、社会资源 都相对的缺乏 在这样的环境下 社工需要担负更多的责任 可是偏偏我们的 不管是政府的资源 不管是社会的资源 都相对的贫乏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我们的社工 在台东要担负更多的责任 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几年我一方面想尽办法 发展台东的产业 改善台东的经济 因为很多的弱势族群 其实是在源头 在经济这一面出个问题 那我们社工其实都是在后端末端 在做一些灭火的工作 但是这个源头的火 如果不赶快把它灭掉 这个后面已经烧成一大片了 然后才交给我们的社工 交给我们的社会出来 那其实是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必须要两边同时来进行 即便这些工作你做的再多 最终最终 那个社工他败你的角色 才是最关键 而且是无可取代的 实际上对必须要接受 帮助的这些个案来讲 他们最需要的 应该是我们社工的聆听 陪伴 关心他 对他付出 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爱 我相信这个才是真正让 这些弱势的 相亲个案 他能够站起来 重新再出发 最关键的力量 而这一次表扬优秀的社工 包括有机优服务奖 特殊贡献奖等八大奖项 借此来彰显社工形象和价值 县长黄建廷抗力和各单位主管 也代表点亮了蜡烛仪式 代表着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心火相传永续长存 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共同来打造温馨祥和的台东社会 记者刘明胜 台东事报的